庄舟玩家都看過這個視頻嗎? 站著不動就秒殺五人 還是不夠厲害 人家還動動右手 就能團滅幾個億的生命呢 欸 別想想 我說的是滅霸 S31? 扣開啊 你是未來戰警還是哆啦A夢啊 你說你好不容易穿越回來一次 來賣出裝名文? 你怎麼不去賣新一套嗎? 這期視頻我會詳細講解法暴流裝舟的出裝名文 學道就是賺道 嗯 你好好說 我聽見了 趕緊都叫上你們的憨憨小夥伴來學習法暴流裝舟 因為法暴流裝舟才版本答案 喂 豆豆啊 幹嘛呀 我發現了一套法暴流裝舟 你要不要一起來了解一下啊 上次用了你給我的法暴流墨子 賬號足足封了兩年半 這次你還來? 這套如此不講道理的出裝 也是我在昨天 和三位玩裝舟的職業選手 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後 才研究出來的 非常適用於改版後的裝舟 相信在過幾天後 這套出裝的裝舟 將會成為職業聯賽中的主流 這就是你說的簡冷卻是吧 職業聯賽你要是不用 你的下場就跟這瓜一樣 裝舟不適合輔助 就好比你語文老師去教美術 體育老師去教奧術 英語老師去開小麥布 是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的裝舟是不需要穿鞋子的 所以藍色帶十個獸獵 增加遊行速度 綠色十個星眼 紅色九個夢魘 一個獲園 哦 平文藍色十獸獵 綠色十星眼 紅色九夢魘 一獲園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出張 由於法爆連出裝 需要注意的細節 以及小件非常多 我已經幫大家整理好 放在底下了 既然小件那麼多 你不說我來說 黃刀 迴響 大叔 帽子 髮身杖 虛寫書 版本分析後的裝舟 除了特定的裝備後 竟然可以讓裝舟的被動冷卻 大大縮減 並且還能打出魔法暴擊傷害 pogaya用了你的特定裝備之後 我的裝舟被動冷卻時間長不長不好說 但這個復活時間它是真的長 喜歡玩裝舟的玩家 一定要去試試 他絕對能讓你輕鬆上國服 已經試試了